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吴干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巡选滋事案 星期一上午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 警方封锁了通往法院正门的街道 美国之音记者在靠近法院的门口看到 一些到现场围观声援无干的维权人士和支持者 被在附近等候的公务车带走 十多名西方外交官和外媒记者到场关注庭审 遭到几十名佩戴金色五角星徽章的便衣人员围堵 法院公告说无干案星期一早晨8点30开庭 由于该案有部分涉及机密 故此案不公开审理 无干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是著名维权人士 关押期间的无干拒绝官方指派律师 并拒绝上央视认罪 无干还多次发布公开信 其中包括接受央视主持人董倩采访 拒绝按官方安排的剧本演出 揭露其在看守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继续来关注无干案 今天8月14号 设709案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无干 他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 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庭审进行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法庭最后宣布将择棋宣判 无干案开庭的前夕 无干案的两名律师格永喜和艳新就遭到当局噤声 无干的父亲徐孝顺提前被福建警方控制 据关注无干案的维权人士在网上透露 今天许多来自中国各地到天津 围观无干案的人士被带到天津挂甲次派出所关押 那么为什么当局对无干案的审理如临大敌呢 我们现在就连线前中国人权律师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腾彪先生 腾先生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下美国之音上个星期 联系了无干的律师格永喜 他表示他和艳新两位律师都不方便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因为无干案涉嫌国家机密 律师若接受外媒采访就很容易遭到当局的报复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无干案的庭审进行了将近一天 一直到北京时间的晚上六点多才结束 相较于其他同类案件 无干案首日的审理时间特别长并且没有判决结果 那您认为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结果呢 首先我要说一下像艳新和格永喜两个律师 他们在无干案的这个辩护过程当中表现的是非常突出 也非常勇敢 那当局用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 而且以这个涉嫌国家秘密为由 对这个无干案不公开审理 这实际上是也非常荒唐的 因为无干案他被起诉的这些活动 包括他的12次围观维权活动 都是一些公开的 而且都是公民行使言论集会 游行示威自由的这些行动 没有任何涉及到国家秘密的地方 那这个案件审理过程比其他的可能稍微长一点 但是无论是长短 像无干这种案件 它从头到尾都是一种表演 它就是走过程 哪怕人权律师在法庭上做出了非常好的辩护和对抗 但是当局他的这个结果都是拟定好的 那当庭部宣布这个判决结果也是一个常见的做法 极少有案件在开庭完之后马上宣布判决结果 其实宣布宣布判决结果也不是根据庭审的这个过程 而是根据一些政治背后的一些政治势力 好的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呢 它是以无干案涉及国家安全为由进行不公开审理 那您认为无干案究竟涉及到哪些国家机密 或者国家安全问题 让当局如此紧张要采取秘密审理的方式呢 对我刚才讲的 无干案它并没有任何涉及到国家秘密的地方 它的行动从它2009年参与维权运动以来 它几乎参与了所有的大的公共的维权事件 是非常活跃 也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维权活动 而且它有它的这个创意性 它的这个行为艺术 都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那它从一开始它的这个 它就知名度很高 它的各种活动都是公开的 大家都知道各种活动的细节 有的是我也和它一起参与过一些维权抗议活动 所以这里边是没有什么国家 虽然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但是它的活动里边没有任何涉及到国家秘密的地方 它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来最小化这个案件审理过程的影响 不让别人去旁听 不让别人去知晓这个审判过程 好的 那么8月11号呢 我们看到欧洲律协主席代表45个欧洲工会 和这个欧洲的百万律师就无干案 致函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表达对无干 长期受到非法关押和闭门审讯的这样一关注 敦促释放无干及保证律师履行职责 那滕先生您认为外界的这些声援 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中国当局对无干案的判决呢 这个现在还不好判断 那过去有很多很多 尤其709之后国际社会 包括西方政府人权组织还有媒体 对这个案件系列案件的关注是非常多的 那整个的这种政治性的案件 人权类的案件 西方媒体的这个西方社会的关注 有的时候是起到很好的效果 这个当事人被释放 没有被判重刑 那也有很多很多的时候 没有明显的效果 这个当中共它就完全不在乎 这些外界的抗议和压力 但是并不能说这些关注这些支持就是不重要的 那总的来说如果没有这些关注和支持的话 那当局它就更加的肆意妄为 更加的不去按照法律程序去审案 当局做这些践踏人权的事情就没有任何压力 所以我们是欢迎国际社会的任何压力 好 我们感谢滕彪先生在新泽西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